老师说,琪琪今天又没带文具,琪琪妈妈也没太当回事,说,我昨天有事就没陪她,可能她忘记了,群里沉默了一会儿,老师又发了一条,琪琪妈妈没有回复,但是,隔着屏幕都能感觉到她的干嘛。 可是,班级里要求父母做的事,救赎琪琪最落后了,打印的材料忘了,同志的事情没看见,该家长抽屉的部分都是恐怕。 有一次,琪琪发伤,一直趴在桌子上,老师问,你感冒好几天了,有没有吃药,琪琪说,没有,因为妈妈不知道。 当老师问到的时候,琪琪妈妈说,孩子不咳嗽啊,是啊,不咳嗽,没有生意,就不知道孩子病了,琪琪妈妈工作并不忙,论陪伴时长,可能她要算是最多的了。 虽然人坐在孩子身边,但心却没有半点在孩子身上,这种故事,其实不是不爱孩子,也不是刻意为之,只是觉得,孩子还那么小,没有什么大事,因为,太过放心,而太过粗心。 吴志红曾经讲过一个案例,来访者是基业高管,他的问题是,无论在什么场合,都非常非常紧张,紧张的背后是自卑,他总觉得,别人都对他说的话不感兴趣。 吴志红又问了几个问题,根据经验和感觉,判断他和妈妈关系的质量有很大的问题。 来访者说,怎么可能,我和妈妈再好不过了,几乎每天回家,他都跟妈妈聊天,聊两三个中筹,都是很常见的,从小就是如此。 吴志红以为判断错了,又问,聊了那么多,有什么印象深刻的美好回忆吗?能不能说一两个? 来访者,来访者惊讶地发现,竟然一个印象深刻的记忆都没有,因为,从小到大,三十年了,永远是他看着妈妈说话,妈妈给他一个侧点,永远不会看他,妈妈在听,也会回应,但就像是心不在焉似的。 这让他时刻怀疑,是不是他讲的没意思,妈妈不喜欢,或是妈妈根本就不爱他,来访者和妈妈都未曾想过,就是这样的,视而不见,会让他自卑切祸,也不曾知道,他心里原来有一道八,为人父母,谁愿意这样伤害孩子,之所以视而不见,是因为,我们以为,令孩子太小,他不懂。 婆婆经常说,孩子懂杀,谁带不一样,因为,孩子太小,他说不清道不明,甚至,对于父母的依赖,也只能表现得极细微,即便大哭了一场,还是会凑到我们面前,说,妈妈最好,我们关注的是,会不会爬着,会不会爬,长几颗牙,生到多少,又长胖了吗? 吃饱穿乱不生病,大人就可以高枕无忧了,灵魂孩子开小茶,两不耽误,笑一五六个月的时候,我一边抱着他一边看电视,有一次,孩子哭了,我竟然没分辨出来,还以为他在笑。 那时,哭笑声是有一点相似,但更重要的是,我的注意力都在电视上,朋友的老公更顺,用脚霸动摇篮里的孩子,人靠在大床上玩手机游戏,我们在孩子身边。 可是,我们的内心世界里,却没被孩子留出一个位置,连不知道孩子在想啥,看过一个案例,一群孩子学游泳,都不敢下水,哭声一片,后来,绝大多数孩子都下水了。 可是,其中一个就是不敢,妈妈不明白她到底在怕什么,却说无效之后,硬把孩子推下去了,后来妈妈自己试了一下,真的很害怕,这才能理解孩子。 所以,有些是看不懂,是因为,我们没有和孩子做同样的事情,孩子单词没回下来,就是不用工,分数低,就是不用亲,和小朋友关系差,顶撞老师,投玩游戏。 孩子身上,每个不明白的行为背后,一定有父母不曾走过的一段路。 一个朋友讲了件很奇怪的事,亲生的,养了十多年的儿子,天天吵着说妈妈不爱他。 朋友问我,这孩子是不是傻了? 张德芬老师说,孩子天生就是最明白的小雷达,父母表面上在怎么说,怎么做,都不如他们在能量层面,心理层面感受到的东西,来得有说服力。 假装的陪伴,骗了自己,伤了孩子,给茫然无措的宝宝宝妈几点小建议。 您看着孩子的眼睛,和孩子积极互动,儿童心理学家安斯沃斯发现,几个月的宝宝的安全感,与妈妈对儿童反应的敏感性,有很大关系。 宝宝两个月起,在感到迷惑的时候,如果得不到妈妈应该给予的关注和回应,就会越来越不安。 如果妈妈在位时,游戏或者有压力等情形中回应孩子,就表达出一种关爱和在意的态度,让孩子对作为安全基地的妈妈非常有信心。 父母应该让眼神落在孩子身上,经常对视,握住他伸出的小手,及时给点鼓励和微笑,多点互动,联合孩子保持粘性,建议和方法都行之有效。 儿子有两个小朋友,英语成绩亮了红灯,老师与谈家长,后果很严重。 A妈妈告诉孩子,你必须背单词,必须每天学一个小时,老师说的一字不许差。 不然奏子女,B妈妈文化低,但是和孩子一起学,知道哪个单词南北,知道哪道题总错,说的不多,但是孩子很受用。 A妈妈看着一个月,孩子成绩毫无起色,最后说,这孩子就是学不会,B妈妈和孩子都考了一百分,开心的去吃早餐。 孩子遇到困难,不需要家长再跑砍耗子,说空话,眼里有孩子,心中就有数,什么时候服役吧,什么时候放手,这才是睿智的家长。 父母长期的视而不见,在高压暴政,会不断地打击孩子的安全感,最后,孩子的内心就会变成一个风雨飘摇的孤岛。 您尊重孩子的感受,年初的时候,北大毕业生,刘美博士王猛,写了那份长文控诉父母。 其实,概括起来,就是他在感到孤单挫败的时候,一百个小父母求救。 可是,父母视而不见,小学时,因为不会包鸡蛋,遭到同学,惊奇的坚强。 且不止一次,在面对取笑,家人从来没有保护过我,甚至不以为然。 上高中时,有一次向父母反映自己调作为后,身边环境变得糟糕时,也遭到了父亲的打骂,你凭什么要学校优待你,凭成绩好。 王猛爸妈看到他挂字长文时说,反反复复还是那些事,其实,那些都不是啥事儿,不明白他为什么会这样,声音可能是复杂的。 但是,有一点不容忽略,那就是这件事严不严重,可能不是靠二在评说,而是孩子到底是什么样的感受。 每个孩子都不同,孩子在意了,那就是大事儿,视而不见,就会在孩子心里狙击,击中男板的遗憾,太过沉重了。 王胜一的儿子安迪曾被问道,没有爸爸妈妈陪伴,你会孤单吗?安迪说,不孤单,我习惯了。 这个样子,让人联系得心痛,其实,比这更可怜的是,人在咫尺,心态天涯,父母最高级的爱,就是孩子。 你在我的心里,也在我的眼里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文TQN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 感谢观看